哈哈哈 《東京カレンダー》也是一個雜誌 《東京カレンダー》這本書 其實是一個美食雜誌 但它主要的目的後來變成 男生找店雜誌 アプリ上面就會直接寫說 我們是要找 上流社會的 男生女生都是6500塊一個月 它是就是除了運營方審核 還有會員審核 哦對啊 對 所以可能你是會 這個人要教人 蛤? 它除了年收之外 還有就是等於尻尻 對啊 有啊 尻尻尻尻 對 所以基本上 照片看起來都是美俊男 至少說 對 《東京カレンダー》是總是俊男美女 然後就是各自都會喜歡自己的那種 《東京カレンダー》 啊對對 《東京カレンダー》 就是港區的男士 對 然後在那邊就是 真是的 用《東京カレンダー》的那個女生 她是成功找到了一個 她可以飼養的男子 她就是一個女醫生嗎 然後長得很漂亮啊 後來她就開始在玩各式各樣的app 然後裡面一個就是《東京カレンダー》 然後她很討厭《東京カレンダー》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種 我是自制身高的男子 對 想說我都已經很優秀了 你跟我講這個 你也不會impress到我 對 一直在擠曼 但是她很喜歡帥哥 然後裡面找到了一個 就是她在做國事後 很有就是 涵養的感覺 對 然後又有個崇拜她 她長很帥 哇 很不錯 對 然後所以她就覺得 她找到了一個可以飼養的小玩具 這樣 恭喜她 欸 沒想到可以在《東京カレ》這樣耶 這應該也算是成功吧 算是很大成功 對啊 你今天一個女醫 然後又長得很漂亮 然後你在《Bias》找不到人耶 對啊 所以才會有 可能她直接寫說 啊 我們再找《High Class》對不對 對啊 我真的覺得《High Class》好好笑 因為我覺得 對 對 《東京カレ》就是主要其實是看臉 那如果你臉不好 然後你收得不收 才會讓你過 對 《東京カレ》其實就是在省臉的啦 對啊 先故意特別去《東京カレ》就好 但是只是你要小心 都會 特別是男生會 裝逼 喔 對 裝逼 裝逼 我們真的是無法做裝逼 對 我們不能 所以她真的是成功地找到了一個 啊 真是恭喜她 是我最近聽過最好的故事 真的嗎 你不要想想想想 Dine Dine其實是最近出來的 但最近超級好 Dine是約半的 對 約半的 那很貴嗎 一個月六千五百塊 對耶 但大家都有在用耶 對 大家都有在用 而且重點是她有找到一個盲點 就是前面幾家 就最大家那幾家 其實都很煩 很煩 一直找 然後你要看 就是 你還要說你覺得真的好不好 對 你要硬一點 你要按讚啊 對 對 對 然後重點是你配了之後 你不是還要那個 對 自己的 message 然後有個段有個沒段有 然後這邊就一直心煩 對 很煩 你要知道日本人又很難約 很痛苦 剛才就戳中她這個毛 你看就是 我立馬約 她就是用她的系統幫你把日期都搶好 對 好像就是 今日開著人 她其實可以約之後 但是就是 但大家同度約很近 我剛開始用的那個前輩 她也就說 喔 這裡面前有三人 因為她用的時候 你就只要輸入你的地區 就是沒有那麼多詳細項目 她重視的是說 你要去哪一種餐廳 失敗的喜好 她會看重 對對對對對 然後 配對成功之後 她就直接幫你預約 就直接約餐廳了 對 就直接約餐廳 所以就直接見面 就不用 就省去前面那個 完全不用面前一個 在 message 那位 被死人狀態 這好像還不錯 對啊 但她可能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她的點數就偏低 因為妳畢竟還是要 所謂的交友這件事情 還真的是一步一腳印耶 對啊 因為我之前去福岡出差一個人說 我還考慮說我要不要用一下 可是我不想要交會費啊 那妳就是約一個 一萬塊的餐廳啊 她可以選誰付費是不是 對 她在約的時候就會選 就比如說如果我是 欸 怎麼會我好想 我會想吃 對 然後妳 妳可以試試看 而且她真的可以選說就是 比如說 或者是說 對 這還不錯 好 萬一我真的做了 我們要跟大家講 我有一個夫妻都是醫生的朋友 然後他們結婚大概四五年了 但是就是感情出了一些問題 就每天都在那邊吵架 然後在家裡都不講話 後來男生呢 就一直覺得在家裡面吃飯很枯燥 然後覺得很不開心 他就開始完蛋 完了就上癮了 因為他就是想要跟完全不相干的人吃飯嘛 他也不希望他的職業被發現 所以他有時候可能不會說他是醫生 他會說 喔 他是在醫療關係工作 就有一次去的時候 他就覺得 欸 這女孩還蠻漂亮的嘛 而且還蠻會聊的喔 然後就問了一下 就說 那女生就說他是秘書 然後聊一聊就覺得 欸 今天搞不好可以去台灣 對 就想到說 欸 那是什麼大學啊 就沒問還好 一問就發現說 那個朋友 曾經來他們的婚禮 跟招待 因為那個女生就是他說 讀那個大學的朋友 就是他老婆的心優 結果他就突然之間就萎縮了 就想說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就原本就要能夠攤下去 然後那個女生就一直說 欸 我們再去米吉開 再去喝一杯嘛 女生一定覺得很默默 然後男生就想盡辦法要逃跑 女生是不是受傷了 對 想盡辦法要逃跑 而且女生還說 那好啦 今天如果不方便 我們來就是交換一下LINE 那還死不交換LINE 那後來好像因為真的太矮啊 其實就連LINE都不交換 實在很奇怪 就是說好 那我們交換一下LINE 然後他就逃跑回家 結果逃跑回家之後 這個還有後日談 就是招待的那個 在兩人中間的那個女生嘛 就是大概時隔三四年突然跟男方聯絡 就說 欸 你最近過得怎麼樣 然後就很害怕 想說是不是被發現了 戴英 忘記講了 戴英就被稱為是 就是拍拍拍拍的 拍拍就是 早乾爹 對對對 早乾爹 對 早乾爹 對 因為裡面可能會有一些有錢 那他就是 他可能也是有已婚或怎樣 反正 但他也是想要早上吃飯 然後有一個人聊天 像年輕妹妹吃 所以你若是年輕妹妹 你選擇我要被別人請 然後選高檔餐廳 就可能會遇到叔叔 然後叔叔如果跟你合的話 你就不要用單元 你就可以直接 他可能有什麼東西 他就會約你出來吃 她說 咦咪姨姨 鴨子好嗎? 現在要來這裡嗎? 然後她就說 咦 進去吧 妳好適合喔 其實爸爸她是很多 當然也有就是會進一步 就是真的是有身體關係 但其實有一些人真的是只有吃飯 她就真的只是內心寂寞 對 然後想要 想要一個方便又溫暖的關係 但她又不是想要附属 也就飽了 就她其實也不是身體上的需求了 對 反正就是一個寂寞的社會 也生出了很多不同的服務 然後這個人她就是 去了之後就看到一個看起來很乾臉的女生 然後坐下來之後就兩個人自我介紹的時候 女生就立馬就跟她說 我是XX直銷品牌的 就是做到很大的那種業務經理 然後男生就大驚說 哇塞 一立馬就要被推銷了 她就說我是應該是AE的那個 那A安慰啊 啊安慰安慰 應該是 然後就 所以妳是要拉我入會嗎 然後她就很害怕 就她就說我是很 已經做到很大的業務經理 然後我不缺錢 我也沒有要跟你推銷東西 我是真的來交朋友的 非常的誠懇喔 所以男生就 喔好 好 所以她真的從頭到尾都沒有跟她推銷東西 而且還都是女方付錢 就是她為了要表示自己的誠意 當然還是沒有這對成功 就是還是沒有下文 女生是不正嗎 這樣 女生 在那個年紀算是還蠻漂亮 但我覺得可能有一種壓迫感 啊 而且重點是因為他們 有這種上司感 他們好像去吃飯約了兩三次 都很貴 喔 然後都是女生吃的 啊那個很有壓力耶 對然後她就覺得 啊這些都是下線的 下線的錢 她都吃不下去 不會啦 但我覺得她的次率不差 她也是像那個女力一樣 她終於一定會找到一個 對 願意讓她養的人 因為我覺得她用戴影 應該很像 因為戴影不在看Profit 至少妳可以見面講嗎 妳在Message講說 其實我是做直銷立馬被Blog啊 對 對 好吧 講到直銷 因為 Apply上面真的太多了 我覺得剛才那個 妳讓我想起來 剛才那個用戴影的人 她也有遇過 他 恥修 不是 她是怎樣 她是我忘記在 可能佩亞什麼 就是普通的那種 然後她就很喜之地跟我說 欸 莉莎莎 我最近在跟一個台灣女生聊喔 喔 棒很棒 這樣 她覺得很好 然後我說 喔怎樣 她說 喔 就日本語 從那裡 就是肩子 就是沒有很流暢 但是女生就是看起來很可愛 然後她就說 碰巧 她就說 她就說就是 那我下次為我願意去吃飯 我說好好 祝福你 然後結果回來 反正我定期會跟她吃飯嘛 然後每次都是有這種無視散的東西 下一次我說 欸 那個台灣女生怎麼樣了 然後她就說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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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